一说天赋啊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跟艺术相关 比如唱歌 你像这个草根出身的大一哥 他就天赋很好 你看啊 他唱美声 唱通俗 唱什么呢 都能抓住那个唱的精髓 你看他没有很正规的一个音乐训练 他就是靠天赋啊 他正成 默默欲领眼泪 耳朵香气多灵舍 出满满 出满满 在他唱之前 你看他那个模样 和他那个状态 是不应该发出那个声音的 可是他那个声音就是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高级 所以很多音乐学院的人 你训练很长时间 你未必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对于大一哥来说 他这就叫天赋 天赋好 还有就是 有很多人啊 有方言能力 说各种方言 说的唯妙唯消 你知道这个方言啊 一定要掌握住 那种内在的这个规律 包括发音规律 包括用词规律 包括表达能力 那我们大部分人对艺术的理解呢 都是关于这种 声音的 艺术类的声音音乐的 其实呢 还有别的 还有绘画 你比如我见过一女孩 很小的小女孩 这个绘画 上来就画素描 就画素描 几岁 四五岁画的那个素描 就让成人都吃惊 那么大众最能接受的天赋 都跟艺术相关 就是大家都理解的 就是这些 比如唱歌啊 画画啊 再有就是体育类的 体育类的天赋呢 公众一般都看不出来 你比如跑步 填塞竞赛 比速度的 比距离的 比弹调力的 你比如 这个游泳 游泳 我原来跟过一个游泳教练聊天 他说这人一入水 就知道水性好不好 就是你也会游泳 你游的姿势也很正确 但是教练认为你的水性不好呢 说这种人就很难训练出来 就是你很难拿到成绩 那体育中还有什么呢 还有射击 我打过枪 我打过枪 我这个天赋打枪一般般 就是永远打一两好 打不成优秀 那有的人也没打过枪 上去当当当三枪 全是十环优秀 对吧 我们过去对这个实弹射击的 优秀的标准是平均九环 平均八环就是良好 我也就打一平均八环 打不了九环 你在那按照教练说的三点乘秀线 准心对缺口并住呼吸 激发 你就打一八环 人家得拿几枪来 邦当劲一枪 就打一十环 你就不如人家感觉好 所以你看我们特警队的那些狙击手 最终都是把那有天分的人 给挑出来而已 当然天分也需要训练啊 但是我们生活中不光是这个体育和艺术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普通人的学习 学习这事呢 也有天赋 一边有人就生来就是文科好 有人生来就是理科好 对不对 一边我前一天做一节目啊 人家那个 那女的上说 说起来我们都丢人啊 那女的上来说数学不错 数学有什么不错啊 他说从小到大 人说我在数学上没丢过分 人家女儿最后直接考上哈佛数学系 你一听 咱就晕了 真是比不了人家 咱这个脑子没人家好使 其实不是脑子没人家好使 只是在这上面天赋 你不如人家 对吧 你让他去学古汉语 我估计他这天赋就不行了 对吧 学语言呢 也得有天赋 这什么叫学语言 也得有天赋啊 就是你学外语 不是说你是个人就能说好 不是 一不如我早年学过英语 那英语啊 就把我搞疯了 这英语我就听不清楚 他在说什么 我上了一课 我就知道我不行 上第二课 我就彻底放弃了 我学英语 你说我没学过 是瞎说 我学过两课 前后加起来不到一百分钟 对吧 但我学日语行 那日语一说 我马上就能听懂 我不是能听懂说什么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到现在好多日语 我还能说两句 对不对 我还能用日语谈恋爱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行业 这些行业呢 它都是 你可能得有天赋 才能从事这个行业 或者说 你只有天赋高 你才能在这个行业 能站住脚 你比如 品酒师 有人一喝这酒 品这个红酒 品威士忌 一喝 就知道哪地产的 这酒的质量怎么回事 人那舌头 跟咱这舌头 不是一舌头 对吧 你比如调音师 调钢琴 调钢琴 是吧 调音师 那对音响的那种感觉 学音乐啊 对音乐没有感受的人 学起音乐来 就是一个痛苦 你比如说 有人这个听音 耳音特别准 你比如我儿子耳音就准 我有时候试他 我说你转过身去 我在钢琴上一按 我刚按出来 他说你按一半音 我马上再听出来 我哪知道什么叫半音 我听着钢琴都一声 对吧 这我们就不行 你比如我认识 这个指挥啊 明指挥 指挥厉害 看他排练 你都觉得神奇 那么大一交响乐团排练 突然一停了 拿着那个指挥 就指一人 说你怎么弹的 你怎么拉的 你想拉小提琴 那一骗人呢 有一个人拉错了 他听不见 你让我们怎么去听这声呢 听不来了 所以我们这天赋就不行了 电视上有台节目 叫最强大脑 很多人都看了 你比如有人有超强的记忆力 有人有超强的辨识能力 对不对 超强的辨识能力呢 那这个微妙 这不是我们能想的 你比如公安部过去 有一个部法专家 几百个人走过去 他马上就知道哪个人是罪犯 那部法专家就说 我看这都不算难的 过去小时候是看羊走到的 几百个羊走过去 他知道有一个羊不是他们家的 或者说几百个羊走过去 他知道有一个羊混在里头 是他们家的羊 那羊提的就两半 走到地上那有啥 不一样 咱看这全是乱的 人家就能辨识出来 所以他这个 你看那个部法专家 看着脚印 就是这人大小 男的女的 走到有什么特点 马上就可以断定 他太厉害了 所以我就说 这天赋 咱不必自卑 人人都有 你不知道在哪 只要你在某一项 能达到天赋一百分 您就是天才 比如音乐天才 莫扎特 神童三岁就能显露音乐才能 四岁就跟着爹学钢琴 五岁就做曲了 六岁跟着父亲学小提琴 八岁就创造了奏鸣曲和交响曲 十一岁写歌剧 人家短短三十来年 人留下六百多首曲子 咱跟人家比起来 咱连白痴都不算 咱没这些音乐细胞 这不是细胞 它是一天赋 上天给他的 他只不过把这个事给激活了 我们每个人在某一项上 假设有天赋 我们分为一百分 我刚才讲了 一百分是天才满分 零分是白痴 但我们往往都是十分八分 是吧 高的时候有个三四十分 那你这事呢 就算凑一热闹 学不会 就这样一说法 天赋是命 潜力呢是运 这天赋是命呢 这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你强求不来 这潜力呢是运 这运呢 你可以自我把控 所以大多数时候 你需要自我有一个评估 评估自己在哪个方面 有天赋 其中呢 最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老觉得 我自个评估特别难 你说怎么难呢 因为你在临界点上 比如啊 你天赋有一百 那您是一天才 按都按不住 您是一天才 用不着多说 你说我天赋是零 那您就是一白痴 您也不用去学 但我这天赋呢 就五六十分 六七十分 您整在这临界点上 你自个判断起来 确实有困难 怎么办呢 你希望求助于专家 替你判断 你比如我过去啊 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编辑 有很多人写小说 那作者就是一误会 很多人啊 老编辑碍于面子 老鼓励他 说你努力学习啊 多写多练 这事肯定不行 那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说你拿你的时间 干点别的去 千万别在这上面努力 你努力也不能获得成功 文学是艺术啊 他必须要有天赋 有感受啊 您那话都说不利索 您搞文学肯定是不行 对吧 比如我见过音乐考试啊 音乐考试 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了 结果那等级比较高 没通过 老师不给分 通过不了 那家长就不干了 家长说你这孩子拉的跟那个收音机里一模一样 怎么就不成啊 老师说毛病就出在这儿 就是因为这一模一样 你技术超越了感受 这是肯定不行的 我们的艺术中就两类嘛 一个是你的感受 你说这人感觉好 这就叫感受 还一个是技巧 说你我这拉琴的技巧 超过了感受 你永远不得表达 没有人看你技术 如果你这人拉琴的感受特别好 感觉很好 你即便技法上有些错误 都不妨碍你的表达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说我喜欢 你喜欢也不成 你比如有人跟我说 我特喜欢鉴定文物 那人我一看没感觉 你这辈子别学这事 因为鉴定文物 它需要你对事物 有一个极强的敏感 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分析 如果你做不到 你拿起来就老是 陷入一种技术上的一个活 你就永远停留在这个表面之上 那么一个人 如果不能正确的评估自己 那你就是浪费 浪费人生 所以我们的文化中 很多的就是 有时候也比较毁人 叫知难而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是我们过去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支 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你是武松可以 你要不是武松 您上去就是一块肉 让人吃了拉倒 所以这不是说明知山有虎 一定要向虎山行 知难而退 是一种选择 不行我退了 你比如台湾首富 王永庆去世有几年了 他女儿王永宏 当年就是学音乐的 人自个儿说 我学了仨月就知道自己不行 转学了经济 幸亏转学了经济 这人就是一个聪明人 我们老说阳长避短 你怎么避去自己这个短 学了经济 最后接了爹这边 把爹剩下的这些大摊子管理起来 如果当年学了音乐 音乐也一事无成 今天这企业也管不了 那你什么事都干不成 对吧 评估是这样 旁观者清 比如你到了音乐学院 找到最好的教授 你唱两嗓子 那个教授一定告诉你 成还是不成 你到画院去 大画家一看你 马上就知道你这孩子将来 能不能成事 他会告诉你 你的天赋多少 你的自己 大概有一个估计 你跟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人喜欢拉小提琴 天天练 哎呦我的妈呀 他那提琴一拉 一溜房子里的人都不安生 太难听了 但是他自个特别勤奋 每天早上他先起来 那在乡下 在农村当知青的 偏偏拉这小提琴 说句实在话 一点美感都没有 这人到最后 我都觉得他不可能成功 他自己 摧残自己的同时 摧残这艺术 所以放弃 有时候并不是错 坚持有时候是一个大错 那么我认为今天 跟我们过去 这个年轻的时候 那个社会有完全的不同 就今天人的天赋 不会埋目 我们年轻的时候 随时可以埋目 为什么 比如这孩子学音乐 学会话 那家长说你学着干嘛 不当吃不当喝的 赶紧给我工作 所以把这事就耽误了 您就是有天赋 你还得有一个努力 对吧 这个今天就不会 今天这家长 这孩子刚画两笔画 哎呦 这孩子画得好 快成了毕加索了 赶紧去学习 是吧 赶紧送美元 所以一点都不耽误 其实今天不是不耽误 只是浪费 大量的人生都浪费到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不是说学习不好 你应该学习的 我们简单的说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成功 我们先说跟天赋有关的事 天赋 我刚才说 一个人最好的天赋 就是百分之百 那是天才 你不用问 你达到百分之百 你干什么就成了 那么天赋 在我们生活中能占多少呢 在你的学习当中呢 你占大概 我过去认为占百分之二十 我现在觉得可能还多一点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三十 一个人 在这样你学习的一个领域 不管你是学艺术 学唱歌 学契乐 学体育 你还是学这个数理化 你还是学外语 还是学医 你学什么都行 你经过正常的努力 正常的教育 一般情况下 你不傻不捏的话 你达到一个极客分 没有问题 六十分 如果你天赋有三十分 你光当就是九十分 那么有人说 我经过非凡的努力 我比人家苦 我早起晚睡 我笨鸟先飞 我先再加个百分之十 你也就七十分 剩下那三十分是天赋 你说我天赋里 我天赋不多 我只有个五十分 那你就占十五分 你的成就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八十五分很好的成绩了 对吧 你说我的天赋 整体是一百分是满分 五十分是一半 那你融到这三十分里 就变成百分之十五了 所以你要评估自己这三十分 到底能拿到多少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这天赋是免费来的 所以你就能看到 在学校里 各个专业中学习最好的人 一定不是最用功的 如果我们社会的逻辑是 最用功的人一定是学习最好的 那所有人就用功就可以了 但这不一定 你比如你到外院去看 学外语的人 那天赋非常的重要 我们国家派到联合国的 所有的同声传译 都有语言天赋 要不然你没法做同声传译 现在做同声传译的人越来越多 我使过有英语的法语德语都使过 有的非常好使 你说什么都能翻过去 他反馈回来的所有的语言都特别舒服 那有人就不行 你说完了他反馈回来 根本不是你说那事 那你知道这个翻译就不成 所以我们在学习中 你要评估完自己的天赋以后 你就不会大量的浪费时间 对吧 那我们就说 那我这人没什么天赋 我就不行了吗 不是 每个人啊 我先说 你都有天赋 只不过你存在的地方 不知在哪 你要自己把它找出来 你找出了天赋 你又喜欢这一段 那你去努力 你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我们天赋不足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人生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 叫潜力 能挖掘出来的 天赋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潜力每个人都有 就看你如何把它激发出来 你通过反复的练习 可以提高 我这人就算没有音乐细胞 我从小就学这契乐 我也肯定比一般人 这个弹奏的好 对吧 那么潜力呢 有人说 那这潜力怎么 就挖掘出来 我告诉你 什么叫潜力 每人都有啊 我们举个例子 盲人 看一种文字叫盲文 那我都见过 我都摸过 盲人学过盲文以后呢 可以手摸着这个盲文 那边摸边朗诵 那对于我们这种明眼人来说呢 这太难了 这想象的不可 不可想象 你别说 你让我手摸出来这些点 这种凸起的点 你就让我拿眼睛 看这个眼前的盲文 我也没法去分辨它 你要跟明眼人说学盲文 你都觉得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 我告诉你 一旦你眼睛看不见 你一定就会学会 这就是你的潜力得以激发 我看过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钢琴的调音师 现在叫调律师 音律嘛 这女孩叫陈彦 从小智盲 我第一次看她这个事 非常感动 感动得过热泪盈眶 就是她姥姥 她父母把她遗弃 她姥姥来把她养大 她姥姥就跟她说 说你如果拿着那个盲棍 我们都知道盲人 都是拿一个棍在前头探人 她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终身活不出样子来 你必须摆脱它 就是没有眼睛 跟有眼睛一样 跟常人一样的生活 那怎么办呢 她姥姥训练它 你不小孩都喜欢吃冰棍吗 她姥姥往地上扔一五分钱 往地上一扔 只要你能捡起来 你就拿着它去买冰棍 我们今天要把眼睛蒙上 你地上扔一钢被 我估计我摸一天 我也摸不着 但是她呢 因为没有眼睛 就凭这个听力 到那儿就捡起来 很快就学会了 听声音 听声音的反射 我们眼睛啊 看到所有的事物 都是光的反射 那么你没有眼睛 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就听声音的反射 对不对 声音反射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 结果她就经过严酷的这种训练 她现在可以戴着个墨镜 不用拿着这种盲棍 就直接上街 她凭借对声音的这种敏感 像蝙蝠一样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 这个蝙蝠我看过那个试验 就在一个大空间中挂满了各种障碍物 这蝙蝠在里头穿梭自如 它是靠声音的各种反射 来调节自己的动作的 还有什么呢 用脚生活的 用脚转刻 生活都很正常了 我们看到很多视频 男孩女孩都有 就是从小意外的失去了双臂以后 这脚什么事都能干 吃饭洗头洗脸 什么都能干 对吧 那现在我看有的转刻家 用脚转刻 哪高级知己刻的 这些都是人的潜能 人的潜能呢 往往是在最后的时刻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才能够激发出来 当然他要付出 超出常规的这种努力 我们今天讲 讲这个天赋与潜能 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天赋 就我天赋比人强 我做什么事容易 有没有这种人 有这种人 比如学语言就有这种人 我见过老外 语言 你问他你会什么语言 他一下想不起来 他会什么 他几乎都会 他说差不多大语种都会 小语种也会说 就说的没那么好 比如我认识你美国人 他跟我说 就是我说你哪个语言好啊 他说这大语种 就是英 法 日 德 俄 都行啊 中文说的很好 他说越南语说的差点 你知道我们听这越南呀 泰国这些语言呀 咱说句实在话 咱说不出它那音来 它那音都是从鼻腔里出来 都这么出来的 它不是正经出来的 是吧 咱说不了人的话 人家都能说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在干校 在东北书有个同学叫沈凡 我希望他看到这节目 沈凡就是英语天才 他也不是从小学的 半路出家学的英文 最后到了美国 在大学里教授美国人 英文写作 他说你们身为美国人 根本都不知道 怎么拿英文写作 一开始很多美国人 还歧视他 觉得他一个亚洲人 黄种人 你凭什么教我英文写作 人家就是有能力 人家对英文的感受 就比你们自己还好 对吧 所以我生活中就碰到过很多人 这种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天赋 被彻底的释放 球球过来了 球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猫 鞭打绣球 我们中国的鸣猫 这猫有一毛病 就是它跟你特好的时候 它会咬你一口 所以我还比较警觉 你上来吧 你别咬我 上来吧 上来不上来 别客气 看猫很轻的 这个 你要对我好一点 我对你很好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 要知道 用进肺退 我有点怕的 这猫咬过我一口 跟我好着好着 我不知道突然怎么就咬我一口 这演员 演员能大段的背台词 这事我就不行 你让我大段的背台词不行 我只能大段的说的都是我自个话 你让我去背 我背不下来 我背的时候就不是我自个了 但是你说我能不能背诵呢 我能背诵 我小时候记忆力很好 就背什么都很快就背了 但是过了岁数就不行 你不是我过四十以后 过去说人到中间不学艺 就是这意思 你记忆力很差 对不对 那么我四十岁以后 大概四十三四十五的时候 碰到儿子 有一天一回家 儿子在那说我倒霉 我倒霉 我说你怎么倒霉 说我抽了一个诗歌 明天得给老师背 我说你抽于什么诗 我一看这诗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看你爹都这岁数了 咱俩一块背 看看能不能把这诗歌背下来 这事过去小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过去了 这首诗我还能背 我问我儿子 他根本他都不记得了 他都不记得了 他都好像是有这么个事 但我那诗根本就不记得了 可惜 这可以证明什么 证明他没往心里去 我往心里去了 所以你背这个事 你就得用心 用心 用心是什么呢 激发你的潜能 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 刚到编辑部努力工作 那时候八几年 83年84年 国际青年年获奖 全国各地的作者 将近四十人一天之内抵达招待所 那时候还不住宾馆 那住招待所 来了人以后打个照面 知道谁了 写的什么作品 第二天 人大会堂发奖 那我们头就跟我说 说你啊 明天负责跟国家领导人介绍 这每个人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 八点半就到了 九点钟一开始 国家领导人都坐在那 我就上去给介绍 进了一个人 我就说这人叫什么 写的什么作品 是来自于全国哪个地方 怎么回事 作品获得鸡灯奖 三十多个人 我说完了 一个人没错 我记得回来以后 我们的头对我佩服的五体头皮 说你这记性真不得了 怎么都怎么记住的 我说怎么记住的 是用心记住的 不是用脑子记住的 你知道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对牛弹琴 我们不老说一句成语 说就对牛弹琴吗 人家解释这句话是说 对牛弹琴 牛非无耳 只是无心 这牛不是没听见 而是不想去听 所以你要想激发你自己的潜能 用心是第一位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实际上有点抽象 不那么好讲 我们讲的天赋 与潜能之间一个关系 其实是我们生活中 经常要碰到的问题 每个人在你生活中 在你学习中的不同领域 你的天赋是不一样的 你的任务 你自己要清醒的 把你自己最好的地方找出来 潜能是每个人都在这方面犯懒的 大部分人都不希望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表现得很好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 太刻苦的去努力激发潜能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贪图安逸 那我们要把这个天赋和潜能之间的关系 把它分清楚 你才知道你未来应该做什么 我们刚才说天赋的时候是讲 一个人的天赋是从零到一百 说得很清楚 你有一百的天赋就是天才 你比如那博尔特 他在跑步方面的天赋是百分之百 激发出来已经就是世界冠军 我老说 正确的评估自己 比正确的评估社会重要 如果你高估社会低估自己 你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把自己想象的特别好 所以你如果要想把你自己想象的特别好 或者说你希望自己将来做的特别好 找出你的天赋 激发你的潜能 你才能够成功 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先得说看看今天什么文物 你想想潜能和天赋这样一个抽象的话题 我们能拿什么文物去表现呢 我们看这样一个文物 这个文物很怪异 你可以给你看看 对镜头看一看 通的 它干嘛用的呢 这也是我想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呢 有一个古怪的名字 叫吴当尊 吴当尊这名字啊 这个很怪异 吴 就是没有的意思 当呢 我小时候啊 看的呢 就是我早年看到的是档案的档 现在呢 有时候写档铺的档 不管它是哪个档 叫吴当尊 这名字谁起的呢 起这名字的人呢 牛 是中国受命最长的皇帝 乾隆起的 乾隆看见一个宣德年间清花的一个吴当尊呢 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把他给起了个名叫吴当尊 他怎么想的这名不知道